而让台湾的教育团体非常生气的是新北市竹林高中为了让学生遵守校规 竟然是以200元的鼓励军来鼓励同学多多检举违反这个校规的学生 让他们看不下去 而且他们继续追查各校的校规之后还发现有不少名校的校规也非常的离谱 像是被发现帮同学传递情书或者是在路边摊买零食吃的话 都很有可能会被学校惩处 让教育团体痛逼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基本人权 重话批评台湾的民主教育 因为民间教育团体发现有许多高中的校规非常不合理 让学生都受不了跳出来喊话 老师公然说他曾经看到在路上 看到我们本校有一对学生情侣在路上 他就直接过去给那男生一巴掌 要求同学说只要检举看到同学有做任何违反校规事情 告诉他他可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 送你一只大公和两百块的奖励金 学校不只发布敬爱令 校方甚至可以随时进入教室突击检查 影响学生的受教权 而校方全面以生活辅导规定规范学生的行为 不需要经过校务会议开会审核就可以开始实施 如此不合理的规定 让学生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戒严时期 民间教育团体则统整全国高中的校规 发现不少名校有不当的辅导转学情形 多数是鼓动学潮者或者男女相处行为不当 全都会被校方辅导转学 让教育团体认为这影响人权 如果是被校方抓到有传递情书 或者搭载异性同学的行为 通通都会被寄警告或小规一支 教育团体呼吁教育部应该立即要求学校删除违法校规 并且要求立法院制定学生人权条例 这样才能让这些新兴学子能在快乐又健康的教育环境下 提升国家的竞争力